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周三将就是否举行提前大选进行投票 同时指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他都不会要求欧盟同意推迟脱欧期限 为了避免无协议脱欧 反对者将发起接管英国议会事务的动议 以便发布旨在阻止无协议脱欧的法案 脱欧局势和低迷的英国制造业片面数据 拖累了英镑 英镑对美元盘中一度下跌了100多点 最低触及到了1.2036 有分析认为 34年来英镑对美元在1.2美元下方交投的时间极为短暂 一旦跌破这个点位 市场将面临大幅调整 有可能再现2016年10月的英镑闪崩事件 接着来关注一下欧洲方面 昨天公布的欧洲经济数据整体表现不佳 其中德国制造业PMI接近7年低点 意大利制造业PMI连续11个月处于50融枯线下方 欧元区制造业PMI录得2013年以来 第二低的表现为连续第7个月萎缩 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欧元 欧元对美元跌至两年多以来的新低后 继续扩大跌势最低触及到了1.0951 有分析指出 低迷的制造业数据可能强化欧洲央行 下周将出台货币宽松措施的预期 市场预期欧洲央行9月降息20个基点的概率约为60% 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政局 新总理孔特呼吁五星运动党成员支持新政府 不过五星运动党党首迪玛约回应称 谁担任意大利副总理并不会影响新政府的组件 意大利政局暂时无法趋于平稳 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欧元 欧元承压下行 美元稳步上扬 美元指数延续多日涨势 日内拉涨两次 每只盘中发力一度上涨了30多点 最高触及到了99.12 到了今天早上6点 多头继续发力突破了99.2的关口 黄金则上演过山车行情 昨天黄金高开破掉1530美元美元的关口 随后小幅震荡 一度失守1520美元关口 目前徘徊在1525美元附近 而白银的走势和黄金类似 白银早盘一度触及高点18.54美元 最后 暗闪